谢谢大家让我拿到贴吧日榜第一名 首先要感谢排名第一名的是菊总的女友们 第二名是VXSNNNN 第三名是菊七联盟 谢谢 先开始我的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 恭喜小菊菊日榜第一 刚刚从事报的整人视频中 你有哭了 你觉得如果是你 你会哭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只会 然后 恭喜小菊日榜第一 小菊参加综艺紧张吗 有什么好玩的趣趣吗 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的紧张 而且我紧张了好多天 因为本来从来也不怎么玩游戏 然后一玩就是真人游戏就很害怕 但是其实真正玩的时候 就整个人是疯了的状态 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节目播出了 不要被吓到 然后 恭喜小菊日榜第一 刘海长长了这么久都没剪 是打算留吗 其实我中处剪了但我现在 其实是有刘海的几不够 而我会把它梳上去 有什么问题都是一样的 恭喜小菊日榜第一 虽然没发出雷射眼可 身为孔雀灵魂污者 对于作死达人卡地有什么看法 我那天 当我知道 因为我那天手机 没有带手机 然后当我知道他发了那样的微博之后 我已经在群里骂过他了 然后 恭喜小菊日榜第一 前几天去恒店拍摄新综艺 有意思吗 和这么多民宿一起 有没有压力 其实大家都挺虚爱的 所以 每个艺人我都很喜欢 恭喜小菊日榜第一 最近感通过辛苦了 想问火锅里最喜欢吃什么 调料的话 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搭配 火锅里的话 我们四川有那个叫香豆腐 但是好像在上海 很少有香豆腐 然后在四川的话 香豆腐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 但是在上海的话 就特别的 好像特别的金贵 然后也特别的贵 但不划算 所以下次 如果你们要去四川吃火锅的话 一定要吃香豆腐这个东西 恭喜小菊日榜第一 请问小菊在万圣节之夜里的角色 是吸血鬼还是其他妖怪呢 喜欢这个设定吗 我说这位朋友 你是在日本正式的胡说八道吗 还一本正经的问我说 你的角色是吸血鬼还是其他妖怪 为什么我们要是妖怪呢 好了 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阿黄说他才是吸血鬼 恭喜小菊日榜第一 小菊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火锅 因为钱不多便宜 还是可以吃得多 最爱的还是辣火锅吗 火锅呢 怎么说呢 我感觉四川应该都喜欢吃火锅 但是我有点奇葩的是 我怎么吃都吃不腻 就比如说 我一日三餐都吃 我每天都吃 我都吃不腻 所以 但是火锅吃多了也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也不要吃太多火锅 好了 今天的问题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